高雄岡山则是有路人闖红灯 当时一位阿伯他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 红灯都已经亮起了 车辆还是因为他在慢慢过马路 只好理让他紧急刹车 造成一名后方理性女子 骑车闪避不及当场追撞人摔飞出去 但阿伯只看了一点就头也不回的离开 被当事驾驶怒骂 阿伯根本是肇事逃逸 警方也表示这名行人红灯穿越马路 依照倒缴条例可开罚500元 路口号置是绿灯 小客车正要通过 但这时一名阿伯还在慢慢的过马路 驾驶急踩刹车 下一秒悲剧发生 眼前突然一台机车喷飞 骑士连人带车倒地 就在阿伯面前 不管路人怎么喊叫 阿伯却只是看了一眼 头也不回离开 好像不关自己的事 你干嘛要闯红灯 你有差了几秒钟吗 现在是你自己在找死 行人应该要有行人的路选没有错 可是开车的跟骑摩托车的 相对的我们也要不讲这种 事发在高雄岗山维新路口 8号晚上7点多 小客车为了离让行人刹车 旁边骑士跟着急刹 但后方骑车的理性女子闪避不及 先是擦撞前方机车 又冲撞小客车 最后摔飞倒地 该名行人红灯穿越巴马线 依据道路交通关系处罚条例 可储新台币500元罚款 因行人并为驾驶动力交通工具 所以不构成刑法造势逃逸罪嫌 本分局与积极丢案建设器 与查访该行人身份 行人路权受到重视 从上个月30号起 只要驾驶人为离让行人 最高就是开罚6000元 为了不让荷包失血 尽管阿伯是红灯 驾驶骑士还是通通离让刹车 却反而先撞成一团 也再度让路权议题 掀起讨论 记者前 徐生荣 高雄 材料报导